进口蛋难解蛋荒 国内的蛋机又减少了 根据农委会公布的产销资讯指出 在上周的产蛋机的支数 比起前一周再减少了42万只 日产蛋的箱数也减少了500箱 大约有10万颗的鸡蛋 在这个部分 农委会官员表示 受到产蛋机之恢复的状况不如预期 而且天气变化之大 导致产蛋数再下滑 推测要等到4月的下旬到5月之间 鸡蛋的生产才有可能重回轨道 要怎么样来选蛋呢 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选择空间 有蛋就买吧 所以近期很多人在抢买鸡蛋 有家庭主妇锁定的是席选蛋 有研究证实没有处理过的散装蛋 外壳的细菌数比席选蛋还要高出许多 专家就建议买蛋的时候要买席选蛋 另外医生提醒 买蛋的时候有三大NG的行为 容易引发中毒 可能会上吐下泻等等 带您来看这则报道 不少家庭主妇买鸡蛋都会挑洗选蛋 不止已经清理掉沙土 研究发现未处理的蛋壳 包含沙门氏菌 会附着超过3万只细菌 相对来说洗选蛋上头只剩50只 但因为清洗过程中 外壳保护膜被洗掉了 加工厂会在喷上食用蜡 空气被隔绝在外 鸡蛋新鲜度会下降 但也从来不够隔绝性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 营养大科的土鸡蛋 2010年曾验出较高含量的代奥锡 欧美学者研究讨论 推测是因为早期土鸡放养 可能是环境导致 土鸡蛋那是鸡种的不一样 可是在以台湾来讲 它都是农氏的 所以就没有那个问题 不论吃哪种蛋 重要的是处理方法 有医生在脸书发问提醒 鸡蛋外科若没有清洗干净 很容易引发沙门弑菌中毒 如果调完蛋回家没吸收 还有鸡蛋烹煮前没清洁蛋壳 以及没有把蛋煮到全手 很危险 像是沙门弑菌 至少要加热到71度以上 才能全部杀死 可少部分人如果抵抗力不好 比如老人家幼儿 但有沙门弑菌污染 就担心会有菌血症 败血症 那是蛮危险的 感染沙门弑菌有多严重 可能连续四天上吐下泄寒盞 还伴随发烧及腹脚痛等脱水8公斤 提醒民众买蛋煮蛋一定要特别注意 据杨细化问题特别报道 来看一则新闻跟你我相关的 就是电价从4月1号今天开始 平均要调升了11% 涨电价了 从民生小商家到产业界的大用户 都是如此 虽然官方宣称说民生受影响的户数 不及九成大概只有93万户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就怕到了6月下月电价的期间 将有将近160万户 会直接跨过这个700度的起涨门槛 电费直接调升 而另外要涨价的 还有北北基的计程车费率了 就是从今天4月1号开始调涨15块钱 也就是说起跳价从70元涨到85元 不仅停等的秒数 还有跳表的时间都缩短 另外还根据了调查 有超过一半的民众 在费率调涨之后就会减少达成 台北车站外排班计程车一辆 接着一辆4月1日起 北北基起跳价从70元涨到85元 停等秒数也从跳表80秒 改成60秒一次5元 民众实际搭乘从北车到内湖 原本340元到350元 新智上路后可能涨到380元 觉得太贵了 自己骑车还比较好 像所有人叫起跳有一点吧 但如果需要就搭吧 根据调查 六都民众有超过一半 在费率调涨后会减少搭乘 进一步了解台湾计程车的服务满意度 平均分数仅65.5分 有26.3%民众给予不及格的分数 主要是驾驶的素质 还有车辆新质问题 有些会有一些就是上一个课的感觉 喝醉酒的那种味道 75 觉得花一样的钱 为什么会搭到这种比较旧的车价 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政府的政策态度 你让他赚不到钱 他怎么能够提供好的身材工具 或是好的服务给消费者 近年招揽计程车的方式也有所变化 APP轿车超过五成 而且对于Uber的满意度较高 随着4月1日起 计程车费率调涨 恐怕将影响乘客搭乘意愿 藉由王志文 杨宗彦台北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到的是家庭主妇 还有25岁以上的失业族群 要特别留意这个讯息了 卫福部从4月开始 补助国民年纪一半的自付额 实施期间从4月到今年的12月为止 但大家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扣除原本就全额补助的低收入户 重度的身上者 预计会有268万人受贿 只是这个时间点 让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总召曾铭宗 就质疑说 民进党每次到了选举 才会想到弱势族群 根本是为了选举来大撒币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 现在请开启会